记者吴家荣台北报道,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金于立法院财委会质询时表示,即将提出实力版的所得税制改革提案,主张提高鼓励所得分离单一课税税率由26%提高至27%,并对鼓励千万以上者提高税率以31%课征。 财委会经邀请财政部长许于哲、朱记总处、朱记长朱泽民以及曾参与税改委外研究的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陈国良就行政院所提税制改革否造成结评及附加大贫富差距进行专题报告。 黄国昌直询时表示若看实质税率假设鼓励所得采行政院版提出的议案自选采单一税率26%或采可抵费税税额8%,5%课证众所税是用税率45%的大户鼓励实质税率将可由现行的33%,13%降为26%,02%降幅高达7%, 黄国昌指出相较其他所得集聚鼓励实质税率的降幅都不到1%即使是用税率40%者鼓励实质税率都只能由现行20%,29%降为19%,44%因此时代力量即将提出自己的所得税改版本为维持累进量能克税精神主张应提高鼓励所得分离克税税率 由现行26%提高至27%鼓励所得千万者应再提高克征31% 对此学者陈国良表示原本税改研究中就希望保有这个良能克税精神赞成这个方向 财政部长许余者则回应现行所得集聚45%者鼓励实质税率为33% 但税改后45%将取消因此不能以此来考量税率该如何提升 根据时代力量提出的税改版本其余主张包括 新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应提高至22万元高于行政院提案的18万元 幼儿特别扣除额应由现行2、5万提高至10万元 鼓励议案可抵税税额比率应由院版的8、5%提高至10% 但可抵减上限由8万降至7万 外资鼓励所得扣角率应由院版的21%提高至23%